前天晚上因为临时有事 我所以说开了朋友的车进来 在进小区的时候 我跟门口的保安也做了说明 保安也做了明确的登记 说是我这个车是换车的 昨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他就问我要50块钱的停车费 他给我的理由是需要跟物业报备 那我是前天晚上我没有听到这句话 唐先生展示了一张照片 说是保安市登记的表格 里面7月10号19点58分的这一栏 标注了换车 停车的小区是杭州西湖区的 京都新城 唐先生说他就是这里的业主 去年12月31号还交了1000元 包年停车费 小区里都是地面车位先到先得 那我认为我是一个小区的业主 我也搅拦了全年的停车费 我前天只是换了一个车 也做了明确的说明是换车 我自己本人另外一辆车 也没有开进来 我认为我不应该搅拦这个停车费 昨天有跟他说 我们保安这边也有失误 但是这个停车费的问题 我们这边有 就是可以把你承担一部分 到时候不能全部承担 对不对 因为你说换车 原因也没说清楚 我保安也没问清楚 这算算都是有一个沟通的问题 唐先生之前包年的停车费 收款方是京都新城 第六届业主委员会 物业的住经理介绍 临时停车5块钱一个小时 24小时封顶是50元 是物业代收交给业委会的 小区也有机动车辆通行 和停放管理公约 唐先生表示此前不知道有这个公约 你业主本能的车是可以换的 就是 但是要提前报备 到物业报备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你车辆维修 要提供一个维修的一个凭证 可以临时换个车停 因为我们京都新城小区比较特殊 因为 停车管理办法是我们京都新城的 一个停车管理办法 但是它的住法呢 是在富丽花园 富丽花园的业主 是不参加投票 京都新城的一个停车管理办法的 京都新城总平面图显示 东北脚有两幢富丽花园的房子 朱经理介绍 两个小区有各自的业委会 不过物业是同一个 因为入口和道路都是京都新城的 也会占用京都新城的地面车位 所以停车费交给了京都新城业委会 现场经过协商 物业和唐先生同意 各出一半停车费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